佟铁心,满足,汉军八旗之后,1958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著名南中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任空正歌舞团独唱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自幼随父亲,声乐教育家佟孝孟学习声乐,受到了严格正统的启蒙训练。 佟铁心老师于1976年入伍,1979年考入空正歌舞团剑独唱演员,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杨里德等著名的声乐教育在学习,现在被专业技术三级,享受附军级待遇。 佟铁心的声音具有金属般的磁性和穿透力,她的中低音区浑厚深沉,流畅舒展,高声区当今豪放,绚绿华美,在国内像她这样,能横跨两个音乐的歌唱家,十分罕见。 她气息充沛,土字清晰,感情真挚,加之她极为自信洒脱的台风,连男儿豪放的气质,使她不亏为中国最出色的男中一歌唱家之一。 有报章评价,她是一个广阔之处能够驰骋,细微之处懂得标准的歌唱家。 在二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她创造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同铁心的声音里富含着催人奋发的感染力和对光明美好前途的想象力。 她的异曲《夕阳红》,享受到江南北,深受群众的熟悉和喜爱。 她为许多影视作品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1980年,她以故事片当代人中的主题歌《年轻的新走红歌坛》,随后她又为《寻找回来的世界》,《海上声明月》,《上海的早晨》,《人间正道》,《光荣街10号》等三十多部影视片演唱了《寻找回来的世界》, 《小贝壳》,《人生是一个海》的主题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